欢迎您继续回到时时大家谈 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今天在北京召开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开幕式上致辞 预计他将强调中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与政党的责任 中国官媒形容这场十九大后的第一场外交峰会 将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 然而分析人士说 在北京大规模的驱逐所谓低端人口 蔑视公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的时刻 由中共带头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党责任 实在是一大讽刺 北京要在国际间大力推销十九大精神与习思想 能够有多大成效 习近平的治国模式有哪些问题与缺失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 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 美国职业律师叶宁 叶宁 叶宁 您好 叶宁 您好 第二位是中国旅美作家 也是时事评论人吴作来 吴先生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 120 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叶宁律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就在北京这个星期 传出了这么多消息的时候 大量的驱逐了这些外来人口 那么让很多人在一夜之间 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今天北京要召开这场 所谓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很多人说这当中让万民退下 让万邦来朝这里面的这个逻辑 还有错乱的情况 让人无法想象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场会开的有点不冷不累 我觉得如今的这个中共的统治集团 好像是生活在外星上的这么一群人 就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政权 已经在世界全人类面前 已经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被一群马匹鲸包围着的这么一个大独裁者 他现在实在不知道 他统治下的天朝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 这个在最近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驱赶 在北京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 又在高端人口当中搞出了一个红黄蓝的 这么一个性丑闻 这个骚扰和性侵儿童的丑闻的 正在遭到全世界鄙视和全世界的批评的困境当中的这个北京政权 他想到的是要向全已经要急忙向全世界全人类推销他的 这样的北京模式 就是在政治上搞集权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在奴工劳动的这样一种压迫下面创造经济奇迹的 这么一种北京模式 人类这种邪恶的次文明模式 那么北京这个在分层要从11月30号到12月3号之间搞的 这个里面有一些缺席的 被中国自己的那些政治反对党怎么会缺席了呢 而且来的到底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我反复查的 大概放得上台面的 就两个这个昂山书记带领的 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带领的这么一个缅甸 全国民族联盟 叶律师是 和那个 叶律师 对叶律师 对叶律师 对不起打断 打断您一下 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评论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到攻击人的这个字眼 那么我想接下来 我想先请我们的吴座来先生再来谈一谈 我们先来看看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这场所谓世界政党大会的日程来看一下 在今天这场会议召开之后呢 实际上明天才是重头戏的到来 明天12月1号呢 这个有部分的 根据他们所说 部分的外国政党的负责人 要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参观 同时呢 要举行座谈会 另外呢 还要来参观这个歌颂习近平政绩的 这个砥砂奋进的五年大型成果展 然后呢 在星期六的时候 是展开一整天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 要来商谈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中国官媒是说 这场政党大会 它的主要目的是因为 各国政党都有期待 希望可以深入系统了解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吴斯莱先生跟我们谈谈 您觉得这场大会 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新时代的统战会 它这个应该由统战部来开这样的会 这个会就是开的是不冷不累 共产党以 以共产党的性质来讲 它应该开一个全世界的 这个无战阶级政党大会 全世界的共产党大会 这是符合它的性质的 那它现在开一个这样的 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党 一起来开会 中共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因为这些政党 很多政党在国家 都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政党 而中共现在呢 它是一个政党嘛 实际上政党大会 就是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政党 中共现在它是一个朝代 它不是一个政党 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政党呢 因为中共它是个万岁党 或以前古代的朝代是一样 现在习近平他要的就是一种 万望来朝这样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由体制内的 这些机构来拍它的这个 来为了送胜 为了讨好它 就是策划了这样的会议 每个会议其实都开的 基本上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 对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不是由各个国家的政党来决定的 是由联合国 是由各个国家的政要 现在的政府政要 来共同与中国的这个党国领导人 进行一个做下来 来谈人类的共同的问题 而且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核心问题 就是人权问题 但中共一直不支立于尊重人权 而且人类的共同命任问题 是由共同的价值观来推定的 如果价值观到不同 不可日谋 现在到完全是不同 那怎么能日谋呢 那现在共产党要做的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宣传自己 推销自己 是新时代的一种统战方式 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路上 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留言 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孙杨的网友 他说 有人说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高速发展 但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几件事证明 这些发展成果低端人口不能享受 外地人不能享受 中产阶级不能享受 台湾同胞不能享受 那么这些发展的成果与中国人又有何干呢 全国人创造的果实只有中共自己享用 另外这位署名吕洞斌的网友 他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一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万邦来朝 多国来访 中共多处交朋友 几乎没朋友 美国不交朋友 朋友到处有 中国当世界领袖的后果 就是敌对国家多多 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中共召集这次政党大会 颇具讽刺一位 难道要求世界政党都学习 中共如何封锁舆论 镇压人权 取缔律师的辩护权力吗 那我建议中共成为交部制作厂 每个政党送一箱 对付不同意见者 马上封嘴贴嘴就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边 还有一位叫特朗普大战 川普的这位网友 他说到 他说西方一些政党 不过是一个流氓团伙 来中国就是骗钱 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到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 这位评论员魏普先生 最近就在自由亚洲的网站上 他有这样的一篇评论文章 针对这场政党大会 他说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 要向普天下来展示万国来朝的皇帝气派 这种世界政党大会 连自命世界革命教主的毛泽东都没有开过 根据新常委王沪宁所定的调子 这就是要把习思想向全世界请销 习近平要成为人类发展的舵手和领袖 我想继续来请我们的叶宁叶律师 在纽约的叶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根据我们查找的结果 确实也是这场所谓的 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这个世界 中共与世界的对话会 而且这是在2014年开始举办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才展开的 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 从这里来解读 其实习近平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 想要把他的思想推往全球 这是早就有迹可循的 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也是一个里程碑 这是习近平主政以后 大搞非邓化的运动的产物 那么邓小平在死之前 给中共的这些大小党徒 制定了一套政治疑讯 就是韬光养晦 夹起尾巴做人不当出头鸟 那么在这种政治疑讯的 这么一种坚持下面 中共骗取了自由世界 对中共的大规模的支持 那么借这个机会 中共靠外来的投资 外来的经济数学打起 加上国内的这种奴工劳动 和普遍的人权的剥夺和践踏 那么这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奴隶劳动的加工厂 中共的经济 这把虚火就这么烧起来了 但是习近平上派以后 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给他 给他这个党制定的这些政治规矩 他自搞了一套规矩 即不可耐的 现在向全世界发表 那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呢 就是习近平的 这种向全世界推销 他的集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 这套政治垃圾的这么一场尝试 这个如果按照习近 习近平所建构的 这么一种回归集权 这个原教旨主义的 这样一种治国模式 来建立要在全世界 要把这个北京模式 向全世界这个推广 建立一个习的 按照习的思想 建立起来的美好世界的话 如果这样的蓝图 真的实现的话 那么全人类 现在全体自由人类 只能这个移民到 移民到火星上去 好我们来看一看 我想继续请吴就来先生 跟我们谈谈 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了 从2014年类似的会议 就不断的在展开 今年呢 是这个改了名字 但是仍然是这个相同的性质 但是今年的这个幅度 可以说更大了 是要来与各国的政党 来进行对话 据说这个中共方面宣称 是各国政党史上 第一次有这样的大会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个这场 这个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前身 中共与世界对话会 过去几年来 他们的探讨主题是什么 那么从它这当中的演变和脉络 我们又可以看出什么 我想请吴作来先生 稍后跟我们谈谈 我们先来看看2014年 这场会议的主题是 中国改革 执政党的角色 到了2015年成为了 从严治党 执政党的使命 在去年 2016年呢 是为了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 贡献政党的智慧和力量 到了今年 就像我们所说的 它改了名字 成为了中共与世界政党的 高层对话会 而且第一次 改由这个中国的 这个中联部 中共中央的 对外联络部来主办 今年的主题呢 可以说更加的高大上了 成为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建设美好世界 政党的责任 我想请吴作来先生 跟我们谈谈 从这几年来的主题发展 您看出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一种焦虑 或者是中共呢 在前几年 它都是直立于 这个党的建设 或经济建设 其实中共这几年 一直都是内斗 所谓的反复派 一直都是内斗 现在它的内斗 基本已经搞定了 它现在呢 就是胸怀中国 它就已经把中国 已经包起来了 就是中国人民 现在或者中国的 地对派 地对势力 都已经被搞定了 那现在它就是放延世界了 就要做全世界的统战工作 但是这种统战工作 也是一种虚拟的 或者完全是一种 浮华的一种方式 完全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 拼准的对话 那上一几届的对话 又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其实就是开一场大会 吃一次饭 完全是一个表面的文章 这个表面文章 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 做给国内的这个对手看的 你看我在前世界 已经有这样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你们都得服我 那我现在是一个 由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领导人 一个政党 它完全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所有的这些题目 都是一些文人 这个学者 这个体制内人士 这个做在家里 想出来的一些题目 中国的时代主题 有一些呼应 这些现在所谓的自由世界 也是靠不住的 你看现在这些政党 让他们来了 他们就来了 派堂 习近平口袋里有很多的堂 不断地给全世界派堂 所以这个会议 我觉得它不是世界政党大会 应该准确地讲 有可能是世界低端政党大会 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 得不到这样高的地位 到中国去之后 享受最高的待遇 贵宾待遇 所以他要享受这种高端的 这个政客的待遇 在自己的国家是低端政党 很多很多 绝大部分政党都不可能得到 这个正传的机会 对不到老百姓的选票 所以他到中共这地方去 是胡得一种 其实这些政客 完全是去讨唐诗 是有可能 他不可能说真话的 如果他们讲人传 就有可能被出出出境的 好 我们现在来接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江先生 江先生您好 请说 江先生能进现场吗 好 我们现在听不到江先生的声音 我们请您继续地再尝试 那么我们来 江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听到我说话了吧 可以 请说 我今天说两句好吧 我说共产党今天 现在开什么世界 什么政党大会 他声势越大 说明他心里越虚 他越虚要去这些会议 给他的什么壮胆壮量 说明了共产党的垮台 也越来越快了 所以说我对共产党的情景 很不看好 我认为他的蜂蜜时间 也越来越近了这样子 好的 好 我们谢谢您 浙江的江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也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 他们发表了意见 那么这位署名叫爱国不翻墙 翻墙不爱国的这位网友 他说话说之前好多人说过 说习不会像毛那样 想当世界领袖 我觉得今天应该要重新来看这个问题了 大家记得四十年前 荷兰共产党来中国骗钱的事情吗 这次的两百多个政党 不会是组团来中国骗钱的吧 那么讲到了这一点呢 刚刚这个吴祖来 现在实际上您也稍微提到了您的看法 不过继续我想谈到的就是 这个习会不会像毛 这实际上这个话题 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讨论了 可是呢 有很多人认为 现在从十九大确立了所谓的习思想之后呢 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摆脱了这个毛泽东的这个阴影 他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新的治国模式 我想先请叶宁叶律师来跟我们谈谈 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习近平这个已经有过这个十八大以后的五年的表现 在习近平这个治国模式下面 中国发生了这个人权情况的大规模的倒退 所有以前存在过的这种丑恶的 这种统治方式呢 全部这个全部得到了保存 比如讲强灾人体器官啊 活灾器官 这一类这个让人这个就是触目惊心的这个反人类的暴行 但是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下面呢 他就是把这种集权的流氓五产阶级专政的 这种统治的这种镇压力度发展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所未有的这种高度 那么709的镇压这个威权律师对这个律师界开刀 对这个网络大威开刀 对知识界开刀 就是大规模的人权倒退 然后呢封网断网 无恶不作 这么一个北京模式呢已经到了就是说在挑战人类尊严和人类良知底线的地步 就在这么一个人权情况日益恶化 北京兴起了 这个你如果说北朝鲜 北韩这个这么个流氓政权发射洲际导弹 是北京控制不了 你在你黄城跟下天子脚下的北京 你自己搞出了一场类似这个纳粹这个冲锋队员搞出的这个水晶业这样的大规模的驱赶 低端人口的这种丑剧闹剧 这应该是你自己亲手干下的 就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他把全世界各国的叫花子 这么一些低端 刚才吴祖来先生形容的非常到位 这些低端人口当中的叫花子政党 200来个叫花子政党 叫到北京来这个就是大撒币 就是把名字名高撒给他们 你为什么不和自己国家的反对党对话呢 这个中国也有的反对党 中国民主党就是中国的反对党 你该在自己国家里面和自己的政治反对党 你干嘛不对话 把全世界的这些叫花子政党 全部叫过来 创造一种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虚假的盛世景象 但这也是向全人自由人类发出的警讯啊 北京现在已经不干预做这个韬光养灰加起尾巴做的 他们撬尾巴 他要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人类争夺这个话语 国际事务人类事务上的话语传 你翅膀还没有硬起来呢 在内外交困的这样一种情势下面 搞这种花哒这种花花架 其实这个世界政党大会 倒是应该有 不应该只是由这个中共三大部 就是中宣部 中联部 中组部当中的中联部来召开 应该由中宣部来召开 由中国的葛培尔来召开 才是恰入其分 我们现在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 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这次认为他们共产党召开 那个世界代表党员会 就是说他这个还是有目的性的 美国还是要警惕一下的 因为他要把那些共产党员 全部团结起来之后 就是说做个美国 你美国在全国不是有盟友吗 我中国全世界我最大的共产党 我还有很多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的话 最终的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民主社会 他就是说他是潜在的是美国民主国家的最大的敌人 所以说美国还是要值得警惕的 他是跟完整的手段 跟美国和西方国家完整的 所以说我觉得美国也要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 跟他完整的手段 署名叫Ed Zhao的网友他也提到了 中共组织的世界政党大会 无疑是要扩张其影响力的行动 对他国的民主宪政体制 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 美国是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 尚且爆发了川普团队的通俄门事件 更何况那些民主宪政体制 不健全的国家了 我想继续要来看看的就是 从这次的政党大会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想要向外扩张影响力的 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么最近从北京大局的 清除这些外来人口 那么有很多的中国网民 还有批评者 把这样的一张照片拿来做对比 什么样的照片呢 就是把北京警方 在封锁拆迁现场的照片 来与当年纳粹党卫军 封锁犹太人出入的照片 来做一番对比 那么纳粹德国与中国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比性 如果说今天纳粹的残酷暴行 在全世界都被谴责的话 那么中共在今天召开这样的一个政党大会 它又能够达到多大的成效 有多少的收益呢 我想先请吴祖莱先生 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纳粹他迫害的是犹太人 他就从当时他们的这种观点来讲 它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危害自己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族存 迫害的是异族 共产党呢 其实他共产党 他不如纳粹 共产党只能迫害自己的人民 而且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其实共产党的发家 靠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 靠的就是无战阶级 共产党现在出著的就是 北京周边的无产阶级 新时代的无产阶级 班纳粹跟共产党比的话 当然也是有一比的 就是共同的就是迫害人传 共同的就是制造领袖崇拜 制造这个政治集权 所谓政治集权 它就是通过暴力的方式 建立起来的不受制约的传利 因为不受传利才国内不受制约 所以它就为所欲为 当它为所欲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一开始迫害犹太人 它接着就会侵略波兰 接着就会挺进法国 征服整个文明世界 所以整个西方国家 才二战的时候 一开始是水清政策 现在整个世界还不是这样吗 而且整个世界 文明世界真的是靠不住 一开始的时候是靠不住的 造成了这个法西斯做大 后来呢 而展现出的时候呢 还是纵容了这个红色世界的这种强大 整个红色世界的版图 覆盖了整个地球的 就会人类版图的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整个二战就是一个烂危工程 这个烂危工程现在呢 就剩下了像中国像朝鲜这样的一些 一些极端的恶劣的邪恶的国家 好的 现在这个前世纪的文明世界对中国 反而又是采行随行政策 万邦来朝跟中国做生意 只谈生意不谈人权 他既然敢侵犯中国的人船 侵犯中国的这个无参界级的人船 他为什么不会去 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去干预世界 甚至征服世界 好的 现在很多的 好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 还有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王先生 您好 请您简短说明 我是这么一句话 这个我看到你们这个网络 万民退球 万民退球 万邦来球 现在这个社会 只有许近平说得深 他又是伟大能武 是不是 他能说得深的 是不是 好的 谢谢您 湖南的王先生 我们想继续我们节目 剩下大约还有一分半钟左右时间 叶律师我想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 来跟我们谈一谈 如果说今天这场大会 它是这样的一个引发世界各国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感 或者是像中国这些网民 还有这些刚刚我们听到的观众 听众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那么中国当然当局是不可能 听到这样的一种反弹的声音了 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样的会议 如果再持续地进行 它对世界的影响力 就如同刚刚吴座来先生所说的 那么作为西方主要的这些国家 他们应该如何来防范 中共的这种意图要影响世界的 这种自信或者野心呢 一分钟时间 实际上上帝要是一个人灭亡 必先使他疯狂 现在中共已经疯狂了 中共向全世界推销 北京模式 北京病毒的目的就是 现在第一步是用银弹 用银弹来摆平全世界 自由人类的所有的 对中共怀有警惕的这种力量 皆是为将来的这个炮弹 核弹这个镇压和征服 全世界在做准备 所以全世界一定要对中共 这个全人类最大的战略威胁 要提高警惕 好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还有几位网友的留言 我想用他们的留言来做我们节目的总结 这位署名名凤在主的网友 他说 现在有点像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后 苏共上台 对全世界推销苏联制度一样 再向全世界推销中国模式 但是最后的结果 必将和苏联一样遭遇失败 因为中共模式是反人性的 还有这位署名陈陈诚的这位网友 他在他的留言里提到了 自由世界的民众要警惕 自己的政府和中共狼狈为奸 保护好自己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大陆人虽然很多人不能直接的反抗 但是请努力守好自己的良知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 讨论单元音乐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 在纽约的叶宁律师 还有在美国加州的吴作来先生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基因 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来和您探讨 从北京驱逐外来人口 看中国低端人口的命运 也请您按时锁定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